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条政论,最近郑雁红又出来说话,说什么呢? 不扯皮不内耗,扯皮就是无谓的争执,顾着经济不要再吵架了, 不是香港人想吵架的,而是这个香港政府,特别是李家超不停制造话题,是不是? 他是不是跟香港人吵架呢?又好像不是,他跟建制派吵架,建制派里面 是不是?不停有人出来表达对特区政府不满,是不是? 如果你说指我们这些扯皮,我们这些评论员,那我们担当不起,哪有能力呢? 我们在做旁边,评论一下发生的事,是不是?指点一下迷津而已 那你知道了,共产党讲话,做官的讲话,是不是? 可能他的本能好,他的银食之道都好,当然讲到无铃两可,你说到好像什么都对那样 这个评论伪就充斥着,但是他是不是以有所指,也必然是 于是乎,审死官还是怎样呢?就是给他说的人自己要醒了 他当然离不开就说这个特区政府,是不是? 应该怎样施政,因为又扯皮又内耗,那就不用搞经济了 这些事情,比如说不要在经济论坛上说的,但是早前他又说过其他东西 一次半次就说还罢了,如果他的发言,根据集完呢 似乎真的可以猜一下他想什么都是我们的责任,是不是? 他还有一个很棒的金据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怕监督,要理性无实看监督 这个呢?这个金据就是7月14日在立法会和全体议员五宴 他就提及这句金据,本来他说这么多东西,看了都不记得了 好似是说,好像是说那些妈妈是女人的东西,是不是? 没有理性无实看监督,但是呢,时候呢,大家要想想7月14日是什么日子呢? 刚刚就是有位叫做靖海侯发表了文章,没有多久的,那我们当然一望回头 这时候不得了,他在暗示什么呢?那是不是对特赊政府,即是李家超的施政 有所不得了,所以就借这个机会说一下,那我都没有留意过他说过他这样的 但是呢,就在7月底的时候,就是几天前,田北辰就接受访问,专访 那么呢,他的题目呢,就是速经济,政治,河水,不犯井水 那么呢,他是在他的访问里面,特别引中联班主任郑雁雄 7月中,即是7月中机遇,7月中是很敏感的日子,因为就是一石击起千层浪 就是我们说,开始有炮打司令部的,即是靖海侯文章出现的日子 大家要留意一些时间,那郑雁雄说过那些什么呢? 这样,当时,新闻有报道,但是大家没有留意这句 但是呢,就是月底的时候,田北辰益述和特别强调了这句了 这样呢,即是呢,他说的,郑雁雄的说法呢,对他是强心针 田北辰就承认,现在有左傾风气,要重返平行,左傾风气 那又是靖海侯文里面说的,即是呢,令左勿右,有鹰派 这个就是,就是袁尼昌的,这位学者的用语,现在鹰派当道 那令左勿右的空气很严重,那当然田北辰都是很明显的了 他都是攻击特区政府,不听人讲话,是吧? 将很多立法会议员的意见,当以边方,是吧?很明显的了 那,即是,田北辰他这么说,他说几年里面,中央不同阶层官员 当港独港澳政策,都要强调陆实管治全面 那,就于是理解成,中央都说了,你们不要多声音了,这样 但是,他引述这个郑雁说,中联办就不是来指示你怎样自港的 他主要的角色,依然是联络服务而已,所以田北辰认为呢 当中联办说,他的角色是联络,就不是管理香港事务的 那已经缓络了香港气氛了,我还很喜欢他说这句话 很合时,very tiny,很重要,对我来说是强心针哪句呢? 就是要理性无实看监督这句话,田北辰是强心针哪句话 他跟着就不理不理,是吧?田北辰就益述了,是吧? 他曾选择公屋拨户一时,要求记名表决,都引来部分议员的媚言 即是建制派议员不高兴,是吧?他现在当然是慎了,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透露,有人劝他不要提出记名点票,他坚持 我们一直都知道这是议员的权利,如果不记名又怎样呢? 好,不好,yes,no,是吧? 通常主席就说,哦,贊成他多,那就算了,是吧? 当一致通过,又不是一致通过,就是多数通过 但不行,一定要见名,点名就是写入记事,他说我不贊成 说清说错,不然当我都贊成,这个有权利,但竟然有议员说 这样不团结,是不是? 这样呢,田北辰说得很对,既然是民主代表,我们的立场 他好像直选,这样也合理,就算不是直选 喂,大哥,你做这个委,你是人民代表的,叫你负责监督政府的 北京都是叫你做,委你做这个重任,出来监督政府的 虽然我们不是很分得出的了,现在已经是吧? 就是这个外国者自说,我们觉得没有了反对派了,个个都差不多 但是呢,我们计算的一个宪政责任是监督政府的 那你竟然说不要了,不要那么多声气了,那你做什么议员呢? 田北辰说是直选议员,他觉得 他还是和民主派竞争之下,赢过有一席位的人,是不是? 他总是有一点教民主的意识,很不高兴,很不高兴被人针对 他说,谷气谷了两年了,我估计 今次趁着整个风气变证,他接受访问 他说明出来,是侄李家超政府,不听别人意见,他还举了很多事例 也伸冤了,说我开明的建制,没有不是建制 我开明的建制就被当是坏孩子,是不是? 这样,他没有记名表决,那些人都不知道你做什么 那你可以说很多事情,是不是? 那我手到底有没有跟呢,是不是? 他说选一只公公公表决结果后,很多市民向他反映 对投票结果,猜疑,这样都行? 十几票反对就觉得正常,但是有那么多人问话 没有十几票也有十几票棄权,应该被人知道 那怎知道那些议员就说不要了,不要了,他就好像骂其他议员 但是你就是骂李家超,喂,你不听议员说话 而呢,还是运用这个权势,说是怨对抗,是不是? 国安法,那每个客户都不敢出声,那就行好了,不行好的 田北辰,说是有世家,说是自己还是有选民受托 没有离开这个太远,他还知道也看不顺眼,很明显 他看不顺眼之后,就丙出来了,是不是? 他说作为开明建制派,现在正式起来这么保守 自己都会受累的,但是现在呢,这个钟摆偏去到左的时候呢 凌左勿右,很多东西就由开明变了坏牌子了,说是怨仔 他相信有关情况,会随时间改变,钟摆效应 就会摆回来,摆回来,现在就百家争名,批评政府了 那你就吃着段海猴那个,大家这一个多月有留意整个气候变化 就是开始有些健康的声音出来,就是说呢,不是健康的声音,不是来自民主派 民主派都没声没气,反而是建制里面觉得,那不行了 你这个政府,打倒啊,这样,是不是? 那田北辰也在访问里强调,本港独特性是一国两制,是不是? 是不是? 同商和政治不应该挂勾,近日在立法会,是不是? 在各个领事面前,他们有个印象,他们不停地问,喂,又说河水不犯井水 河水就是生意,井水就是政治,那现在河水犯井水,是不是? 还是井水犯河水呢?混合一堆,那不行的啊 现在是不是健字挂岁先在香港做生意呢? 那希望呢,当局就要实责行动的解释给外国商人听 那当然啦,在他田北辰的论述里面呢 香港经济已经进入冬年期了 那另一些访问里面,他是非常之不高兴香港的情况 现在,那当然是劍指这个特区政府,什么都搞政治,是不是? 他不直接绑,大家都明白啦,没有人出来支持,又通緝又袁洪 啊,什么意思呢?搞到香港的气氛那样,是不是? 他更质问,爱国的人,爱国家是不是一定要爱香港 爱国的人,爱国家是不是一定要说你要拥护内地的政治制度呢? 就是是不是要将内地的那套戴来呢? 我们需要一个两制呢? 我摆明我爱香港的制度,我爱国家,那有没有触犯一个两制啊? 不行的啊,这句是非常之重的 那当然啦,大家知道陈克森是建制啦,当然他也是商家啦 他开炮呢,不出奇的,是不是? 但是他呢,将郑雁雄的言论呢,拿来做他的主角呢? 那这个呢,就相当,相当特別的地方了,是不是? 那当然啦,我们还知道,就是他说了啦,是不是? 现在四大现象显示呢,就是香港是进入冬眠期啦 比如百亿的地和,基本上就卖不出啦 地产市道很淡静啦,是不是? 那些二手楼的,只有几百宗啦,七月份,整个七月份 那就是用面包箱子来影响面粉的预期,那就很多地呢 就是呢,基本上是投地就没人去投啦,是不是? 那而二手成交气氛呢,就大跌啦,是吧? 萎缩,大幅萎缩,十大公围成交,罩降七成,他的说法啦 那零售呢,协会也都估计呢,七月呢,不是估计七月,七月很差 估计要回复正常,上要十八个月,即是两年半后 即是年半后,即是2025年才可以回复正常 哇,你有没有搞错啊? 那他也说,什么黄金周啊,以往啊,全部只剩下呢? 几成的,这样,还有些危险情况啊,色灵学童又减少了 每学年流失二万七人,是吧? 客观来说,你喜不喜欢田北辰,个人好,怎么都好呢? 他说这些是非常之现实的问题,非常现实的问题 香港的确是面临着这些很大问题的情况 但是呢,当政的人是怎样呢? 你看到了,究竟共产党官员,这个郑雅雄是不是在骂阿超呢? 他又比较技巧,但是你知道啦,当年董...就是... 啊... 胡锦涛来到,只不过说了一句,查找不足啊,那董建华就脚痛下台了 所以你官员,共产党,不是好像俄罗斯那样罵到出面了,冰箭都敢做的嘛 中国人不流行这些,但是呢,如果有些说法暗示了些东西,你听不到呢? 那你自己的问题了,那当然啦,郑雁雄呢,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说得那么明 但是呢,一年两次呢,发言呢,都是有些问题的了,暗示了些东西 我又回复他,就是...在立法会发言,就是所谓14号、7月14号讲啦 他认为,他形容,过游不及,不及都是过,那批评是容易的,做事是不实,是不容易的 最好的批评是有主意,有建设,有建议,相信落于政府落于接受,那为什么相信呢? 就是有不接受的表面迹象,你应该说一定会,是不是?相信会而已 最好的批评是有主意,有建设,那你说田北辰那些没有建议吗? 相信早来要批完意见,深知程序价值之余,深知批评也是为了香港好,是不是? 那我们当然不是啦,我们这些,虽然批评得激烈,虽然批评得比较,不顾阿超哥的面子 但是我们都是为香港好而已,难道我们不是吗?那当然啦,越来... 我相信连郑雁雄他说话都是为香港好的,香港好他知道的,他做官的嘛 在香港做中联版主任的嘛,好啦,那后来又回到他,最后这个... 就是...在那个什么里发言,不要太疲,不要内耗啦 那他就说,就是这些做法就会影响那个经济,是 那...这些,讲到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不同理解啦 那是不是邦加阿超呢? 叫那个立法会那些议员,就是建制派啦,不要扯皮,就是不停辩论,是不是? 就是...没完没了嘛,那就等于内耗啦 那你又骂那些议员,还是骂阿超呢?那些议员呢,其实就... 很公道说,有批评,是不是?有批评,但是不去到扯皮那麽麻烦啦 反而你的官呢,句句都拼搏,又要拼搏外国媒体啦,又要拼搏本地的评论人员啦,是不是? 又搞到连那些...建制,不让他讲话,议员不让他讲话,不让他批评,已经出现这样的现象啦 那我们又看回,他十五号,即是呼应了段海游,那个时间是呼应了十一号嘛,十一二号,段海游的文章 他说中国人懂得制衡配合的辩证关系,说辩证法,辩证法我就讲过一下,在其他片那裡 就是克格尔的维密辩证啦,历史维密辩证啦,辩证呢,其中就是既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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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要既要...既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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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辯論對特區定府私人有效監督 當然他馬上又鬧了 監督要下功夫的 他對議員說話總是不容易的 總是好的批評是有建議的 兩邊都提到 我就問他究竟是撒阿超 還是在折扣阿超 還是在折扣議員呢 包括他的商會上說不要扯皮 不要內耗 那你究竟是在罵阿超 還是在罵這些議員呢? 又扯皮又內耗呢? 你可以說兩樣都是 這些就是共產黨當官高明之處 現在上面未正式吹 未正式響起澳國 攻打阿超 但是他的勢頭 你看到了 因為你是領導 阿超是領導 整個特區政府由他領導 如果又出現扯皮內耗的現象 跳塌模樣 不會只是建制好 或者我們街邊的人 民主派好 或者國際勢力 一邊說話 會構成扯皮內耗的 一定是相互的 就是說你政府都有很多地方不聽意見 甚至乎遠對抗 動用國安法去威嚇這個 威嚇那個 那你威嚇我們這些弱勢的小市民就還把 你搞到連戰制議員 好像這條片引用的田北神都出來 都出來 呼冤那樣 就是這個問題不少東西 鄭雁雄什麼不說 只是叫大家不要內耗 好像做和事佬 但是我又立刻反問 沒爭端就要你做和事佬呢? 有爭端是哪一個令到這個爭端 由小問題變為大問題呢?由內部矛盾變為敵我矛盾呢? 誰人要扶這個責任呢?答案就不言餘了 好 我們下一條片再討論其他問題了 多謝大家